各位弟兄姐妹们 这个主日是以年复活期第三主日 本主日的礼仪持续地邀请我们 与复活的主耶稣相遇 借着今天的路加福音 复活的耶稣不仅显现给 聚集在晚餐厅里的门徒们 耶稣也要让我们经验到他的复活 在今天福音的一开始 我们看到了厄马屋的两个门徒 当经验到那从死亡中复活的主耶稣之后 他们的生命整个的被转化了 耶稣的十字架 曾经让这两位门徒们 经验到了痛苦 仇恨 挫折 忧苦和死亡 而这些痛苦的经验 促使他们把整个的心门关闭起来 然而透过一段奥妙的陪伴旅程之后 耶稣打开了他们的耳朵 为使他们能够了解福音 打开他们的心 为使他们能够接受福音 最后 以破柄的举动 揭开他们那被无形的莲子 所遮掩的眼睛 为使他们能够具体的经验到 这福音的实现 如此 耶稣十字架的道路 在他们具体的生活中 成了一条通往新生命的道路 而这与耶稣一起出死入生的愉悦生命 燃起了门徒们的心火 也燃起了门徒们的希望 这希望促使他们不惧危险地 返回耶路撒冷 帮助其他的门徒 去发现复活的主耶稣 在他们生命中的灵在 也因此 福音这样记载说 他们睡即动身 返回耶路撒冷 就把在路上所遇到的事 和在分禀时认出耶稣的经过 述说了一遍 弟兄姐妹们 当两位门徒回耶路撒冷 向聚集在晚餐厅的其他门徒分享的时候 耶稣显现 站在他们中间 根据若望福音 对这同一显现事件的描述 那时 门徒们因为害怕犹太人 所以门窗都已经紧闭 连日来 因为耶稣的受难死亡 而使得他们受到极大的惊吓 同时也加剧了他们的不安 以及恐惧 所以他们见到一个人 突然居然立在他们中间 自然惊慌失措 想是见到了什么鬼神 因为有肉体的人 是绝对不可能如此进来的 事实上 弟兄姐妹们 耶稣战胜死亡的胜利 并不是 他不死的灵魂 同天主结合在一起 而是 他的肉身 再次同他的灵魂结合为一 并且 这复活后的肉身 已经拥有了四大起恩 神光 光明的光 神速 速度的速 神透 透视的透 神健 健康的健 他再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而耶稣肉身的复活 也为我们未来肉身的复活 提出了保证 因此 耶稣的复活 启示了我们 我们的肉体 不是空虚的 也不是如同 其他有些宗教所说的臭皮囊 反而 我们对自己的肉身 该以十分积极的态度 去爱护他 纵然 肉身 为我们可能提供了犯罪的机会 然而 罪恶不是根源于肉身 却是出于我们自己 在心理上的软弱 以及在道德上的薄弱 事实上 弟兄姐妹们 肉体本身 是天主让人圆满 善度生命的一个非常美丽的工具 它是天主所造的 所以我们应该尊重 并爱护这肉身 人 人如果不把肉身 跟灵魂 结合一起 却是把灵魂 卖给魔鬼 涂圣一幅行尸走漏的躯体 那么 他便不堪当成为人 另外 在这一次显现的事件里 我们还可以看见两个非常受人瞩目 也极具启发性的焦点 第一个焦点 是复活的耶稣 以愿你们平安 这个问候语 问候惊慌不安的门徒们 第二个焦点 是耶稣向门徒们显示了 他的手和脚的伤痕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焦点 愿你们平安 虽然是犹太人彼此之间 在平凡不过的问候语 但这句话 在主复活之后 还是被赋予了相当特殊的意义 对于旧约先知们来说 他们所预言和期待的墨西亚 就是一位和平的君王 因此 平安 和平 就是墨西亚救恩当中的一个核心果实 所以当复活的那一位 祝福门徒们平安的时候 他不只是问候他们 也宣告了 在他的圣死与复活中 墨西亚的救恩已经来到了 时的弟兄姐妹们 复活的主耶稣 带给我们平安 正是因为 他借着他的受难死亡和复活 而将罪过的赦免 以及与天主修和的恩宠 带给了我们 就如同第二篇读经 圣洛王一书所说的 他为了我们的罪 自己做了赎罪计 不但为我们的罪 而且也为全世界的罪 所以弟兄姐妹们 领受复活耶稣的平安的我们 我们也被赋予了 将这平安传给人的使命 因此在今天的福音中 当门徒领受了 复活耶稣的平安之后 他这样吩咐他们说 经上曾经记载 墨西亚必须受苦 第三天 要从死人中复活 人要因他的名字 把悔改的信息 从耶路撒冷开始 传报给万民 使他们得到罪神 而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 《中途大事录》里 我们就在伯多禄 只好胎生茄子之后 所讲的一篇讲道词中 听到了伯多禄 遵循了耶稣的吩咐 宣告耶稣的复活 同时也邀请百事令 以悔改来回应罪的赦免 他这样说 天主借着众先知的口 预言他的墨西亚当受难的事 也就这样应验了 你们悔改 并回心转意吧 好消除你们的罪过 由此可知 弟兄姐妹们 复活主基督所带来的平安 乃意味着领受平安的人 与天主之间有着圆满的共融关系 而在与天主之间的共融 自然就会映现在 人与自己之间 人与他人之间 与万物之间的和谐 所有的这些平安 都借着基督的月奥基赐给了我们 因此 这平安不是这个世俗所能够给予的 那个短暂平安 这平安是即使生命处在困顿 迫害当中 仍然能够安稳不移地 安息在圣神内的真平安 这平安正是借由耶稣复活 而展现出来的胜利过失 这平安乃是耶稣以生命 为我们换取的平安 弟兄姐妹们 领受平安 拿掉失望 领受平安 除去惧怕 领受平安 消除罪感 领受平安 坚定信心 听啊 听啊 弟兄姐妹们 复活的住 现在就在对你说 愿你平安 紧接着 我们再来看今天福音中的 另一个受人瞩目的焦点 在这次的显现当中 耶稣要门徒们 摸摸 他那带着伤痕的手 和脚 那原是耶稣被定罪 以及死亡的 误伤 记号 却都成了门徒 认出他来的记号 可以说 这一些 原是门徒 背叛主的 爱的 最不堪的 那些 弱因 如今 却是成了我们 宣信的记号 这基督的伤痕 也让我想起了一件 虽然已经过去 但却是 如同春蝉土石一般 常常迎绕我心头的 木灵经验 有一年的 一个复活期的主日 我特别邀请一个 残障团体 参与我们的礼仪 在弥撒之后 我们有一段 分享的时刻 分享我们每一个人 与复活基督相遇的 生命经验 我已经认识许多年的 脑性麻痹患者 洛舍 他是我很好的朋友 他分享了 他在弥撒当中 所体验到的 他说 你们看 你们看 是我们的 说话的主词 可是那一天 耶稣复活的日子里 显现的日子里 当他说 你们看 你们看的时候 这话听在耳里 真是别有一番智慧 在心头 他仿如真的看到了 复活的耶稣 他说 你们看 你们看 耶稣复活后 他的五伤 仍然留在 他的身体上 这给我好大的安慰和鼓励 因为我知道 我的整个的身体 就是一个大五伤 而我知道 我的伤痕 也不会消失 甚至会一直陪伴我 直到我进入坟墓 但是我可以 让我的伤痕 不再流浓发愁 但如同 基督的五伤一样 也要成为 别人 希望的源头 罗瑟的分享 给我们众人 带来好大的安慰 好大的鼓励 所以这个主日 与我这些残障朋友们 一起的分享 帮助了我 勇敢地看到了我自己 和我自己家庭的创伤 在1995年 也就是我进夺后不久 有一次 我回我的娘家 母亲带领我 来到祖宗排位前 她嘱咐我 把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名字 写入列祖列宗的排位当中 至此 我才明白 我原来有一位长兄 在我出生那一年 被那一个夏天的台风 所造成的洪流带走了 至此 我也才明白 为什么小时候 母亲保护我 保护我跟弟弟 常常保护的 让他自己显得歇斯地利 也让我们觉得 喘不过起来 至此 我也才终于明白 总是隐约 感觉影响家里生活的秘密 原来就是这个秘密 当我听着母亲 娓娓像座神父的儿子 到处 这她已经逃避了三四十年的追星之痛时 我竟不知如何回应 因为从小到大的幸福 让我不知道生命可以怎样痛 直到有一次 我在路上 看见一个骑摩托车 载着两个孩子的母亲 发生车祸 其中一个孩子 遭汽车碾过 这位母亲 爬着 哭着 呛着 抱起孩子 要把孩子破碎的肢体 再拼回来 可是 再也回不来了 当我看到这幅景象时 我泪流满面 我知道 我不只为这个母亲哭 我也为我自己的母亲哭 因为 她也曾经如此哭天呛地过 至此 我也才明白 原来生命可以怎样痛 痛到如此地步 这一次的 残障朋友们的分享 除了帮助我 勇敢地去执行 我自己家庭里的重伤 同时 也看到许多 我所服务的人们的创伤 他们可能正担负着贫困的创伤 或是被人舍弃的创伤 或是受病苦折磨的创伤 或是工作失败的创伤 或是失去至亲好友的创伤 但不论创伤是什么 耶稣就置身其中 而且 这些创伤痛苦 都是属于基督的 而基督 已将他们 转化为光荣的武伤 在这些无形的武伤中 我们认出 他就是复活的主 就如同门徒们 透过武伤 认出耶稣一样 当每一个残障朋友 你一言我欲喜乐的 彼此分享 这带有创伤 但却能为别人 带来盼望的生命时 我领略到 耶稣复活的事件 并不是想象中的惊天动地 复活的场面 也不是如此的壮观 好能强逼人去相信 或者强逼人去就范 不是 反而 这个复活的事件 好像是为耶稣的朋友而舍的 特别是为那些 愿意真正地认识他 真正地听从他 真正地相信他的人而舍的 在这群 唯不足道的人 唯不足道的分享当中 我却那么深刻地 经验到 在玛利亚 玛达勒纳 那寻找耶稣遗体 而哀伤哭泣的道路中 听见了复活的耶稣 轻声呼唤 也经验到了 那在伯多路 拒绝承认耶稣的道路中 与他一起 体会到 什么是空分 也经验到 门徒们 在 替比利亚海边捕鱼 却整夜劳苦 一无所获的道路中 知道了 他就是主 也经验到了 那在 厄马屋门徒 失去盼望的 生命道路中 遇见 复活的主基督 并在破柄中 认出了他来 同时 也经验到了 那在多么多疑不幸的道路中 与他一起 探入了耶稣的创伤 探入了耶稣的肋盘 事实上 弟兄姐妹们 我的这些残障朋友的挣扎 并不会在分享完之后 就结束了 谁被父母背着进来 仍然等着 把他们背回去 谁阻着怪杖进来 怪杖能停放在静旁 等着把他们支撑回去 谁坐着轮椅进来 一样要坐着轮椅回去 同样的 我们生命中的挣扎或限度 仍然没有完结 复活节期 那个新创造的日子 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 世界的痛苦 家人朋友的痛苦 我们自己心中的痛苦 记得 那一个主日的电视新闻报导 正报导着 教宗在复活节 呼吁和平 然而讽刺的是事 那当下 却有战机 飞过天际 正赶往中东战争 执行轰炸任务 是的 那些痛苦 那些挣扎 都仍然存在 而且会在我们的生命中 停留一阵子 甚至一辈子 直到我们的坟墓 然而 然而 弟兄姐妹们 一切都不同了 就像这些残障朋友们 所体验到的 因为 因为我们已经 遇见了复活的主耶稣 而且 而且 他已经向我们说了话 阿们